1398年6月24日,70岁的朱元璋与世长辞。临死前,他告诉大明王朝的第二任继承人,也就是自己的孙儿朱允文,要求自己死后,后宫未曾生育的女性,必须为自己陪葬。 朱允文听到皇爷爷的交代,不住地点头,表示一定会遵从其安排。 朱元璋看到孙儿的点头后,满意地闭上了眼睛。不过一日,皇宫内便传出了许多女人的惊慌失措的哭声,挣扎,求告,痛斥都无用。 被要求殉葬的妃子,若是有任命的,尚且还可以选择体面死去。若是有企图逃生的,往往死相可不。 有不少后宫女人以为新帝朱允文生性仁慈,会饶过她们一命,却没想到她会无条件地完成爷爷这份遗愿。 这就是明朝的殉葬制度,而这一制度不知害了多少女人的性命。 朱元璋的陪葬,陪葬制度自古有之,起源于夏商周时期,后到了秦汉时期,因陪葬过于残忍。 统治者采取了折中的方法,利用陶勇来代替活生生的人。 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其中杰书的代表。 然而,即使这种做法,孔子依旧言辞激烈地提出了反对的意见。 他痛心疾首地呼喊道,始作俑者,其无厚乎。 意思是说,第一个利用陶勇来代替真人的人,恐怕会没有后代吧? 朱元璋因与朱熹同性,尊崇北宋朱熹的学说。 朱熹乃儒家切实的践行者,他怎么可能支持陪葬呢? 有的历史爱好者提出,朱元璋或许是在极度迷糊的情况下,提出陪葬的做法。 朱允文不懂黄爷爷的心意,误会了黄爷爷的真实意图。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,肯定是不懂朱元璋之人。 身为一代萧雄,他向来主张万物为我所用的观点。 见孟子贵名而清君,他立刻要求汉林苑删改孟子一书,直到其符合自己的心意。 儿子一年早逝,为避免儿子在泉下孤苦伶仃。 他强制性地让两名妃子陪葬,任凭他人如何求情。 他就是不松口。 有这两件事情在前,足以说明朱元璋让人陪葬,绝非是一时是心血来潮,而是预谋已久。 朱允文便按照历代的陪葬规矩,在后宫颁布了陪葬的诏书。 诏书规定,凡后宫妃嫔没有缠子者,一律到黄泉路上陪伴先皇。 听到消息后的后宫妃嫔顿时慌了神。 有的女孩入宫不过才几个月,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。 有的则是自己生过孩子,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,过继给了其他的妃子,现膝下无子。 有的则是养育着已是妃子的子女,自己从未产下一儿伴女。 按照规定,他们这些人都有可能被安排陪葬。 为了活下去,他们必须贿赂执行命令的官员。 只需要他们的一句解释,便可以饶自己一条性命。 只是可怜了那些穷苦人家的子女,连最基本的门路都找不到。 只能接受命运无情的肆虐。 此刻,朝廷开始显示自身仁义的一面。 所谓的仁义,其实,不过是惺惺作态。 他们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,给出几种死法,任这些可怜的女孩子选择。 第一种死法,活生生地被埋进暗无天光的墓室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 第二种死法,利用药物催眠,待其睡着后,利用刀斧割开其头颅,而后用水银灌住其中。 第三种死法,上吊自杀,赐予他们一条白铃,他们可以悬梁自艺。 第四种死法,强行处死。 如若有不愿意主动求死的女性,士兵会拿出随身弓箭,利用弓弦将其活活地勒死。 到了临近死期的这一天,后宫死期沉沉,犹如人间炼狱。 飞瓶们一个个哭得梨花待雨。 这个世间还有那么多的美好,他们不曾亲身经历,就要匆匆地与世界道别。 他们多希望家人能够出现,用营养打通所有的关节。 以换回自己的生身之躯。 遗憾的是家人们根本没有出现。 他们除却按照他人的指令行事,别无他法。 明史记载,其中一名妃子,明华子两者,表现得极为镇静。 在哭哭闹闹的氛围中,他犹如一池波澜不惊的湖水, 安静地倒影着周围的众生百态。 有将士不解,上前询问。 他的回答却是,以一人之躯,换全家名利双收。 和乐而不为。 当事人评价此女子,有古人人之风。 却不知这是对女性的另外一种压迫。 为什么非要牺牲她的利益呢? 难道她就不该安安稳稳,开开心心地度过一生吗? 没有人询问过他们的意见, 而华子梁之所以能获得当时是极高评价。 是因为他甘愿站到牺牲者的位置。 据说,他选择了一种较为体面的死法, 拿着一根白铃回到房间当中。 当时恰值黄昏,午后的日光从花阁窗透入室内。 他孤苦伶仃地走上木椅。 白色的幽灵卡住了脖梗。 木椅摔倒,他的双腿悬空摆动, 犹如待宰的羔羊。 临死前在做着最后的挣扎。 空气似乎也跟着震动起来。 渐渐地,他的身体停止了摆动, 一具活生生的肉体。 就此沦为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物体。 丫鬟们为他穿上绫络绿, 将其放入豪华的棺果当中。 只听见棺材盖咣当一声响。 他的身体永久地陷入了幽暗的环境之中。 或许他的家人会痛哭几句, 或许他的家人大厅安详着丰盛的晚餐。 活人入目,惨不忍睹。 还有比华子梁遭遇更为凄惨的人物。 这个女孩子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。 仅仅留下一段故事。 而这个故事也没有被载入正式。 而是被有心人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。 后来被冯梦龙录入了自己的小说集当中。 他的身份应该是妃子, 还是宫女, 已经不可考。 当太监询问他选择哪一种死法的时候, 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。 他与坟墓里的皇帝连一句话都不曾说过。 古人幸福投胎转世这个说法。 他却不知道自己到那一边会怎么样。 可惜在这个权衡利弊的世界里, 没有聆听他微弱的呼喊。 太监们决定施展从未开展过的死法, 即往他的头颅里灌住水银。 恶毒计划开始之前, 女孩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。 他如往常一样, 食用着餐盘上的美食, 却不知美食里早已早入催眠的药物。 没一会儿, 他就感觉昏昏沉沉, 头重脚轻, 直接倒在了地面上。 太监们闻声而来, 看到躺在地面上的女孩, 脸上露出邪魅一笑。 这一笑, 竟显人性的丑陋和罪恶。 女孩的头颅在昏迷中被割开, 水银被倾倒期间。 鲁迅先生曾经在夜晚翻开这历史的一夜, 得出一个痴人的结论, 诚然不虚哉。 女孩就这样在睡梦中被夺去了性命, 再也没有睁开眼睛, 看一眼他心心念念的人世间。 在这些凄惨的遭遇当中, 有一些人比较幸运, 比如宝庆公主的亲生母亲周美人。 本来朱元璋早就安排其为自己陪葬, 却在临死的前几天, 忽然命人将他从名单中划去。 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 一日清晨, 宝庆公主坐在朱元璋的膝头玩耍, 看着幼女, 朱元璋怜爱之心顿生。 她询问女儿, 如果父皇和母妃不在你在身边, 你要怎么生活? 一个三岁的孩子, 还没有生死的意识。 宝庆公主用一双天真的眼睛, 痴痴地看着朱元璋, 没有回答。 看着女儿的干净的双眸, 朱元璋的心软了下来。 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, 孩子就会没了父亲。 如果再让孩子失去了母亲, 岂不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。 年少时期, 她已经历过这样的事件。 父亲母亲因受不了官府的压迫。 一夜之间, 双双去世, 只剩下她与哥哥两个人。 为了活命, 他们哥俩各自选了一个方向, 开始了外出讨饭的生涯。 一生有泪不清谈的朱元璋, 忽然觉察到两道热流从眼眶涌出。 中美人因此活了下来, 还有另外一些妃子。 他们凭借一些特殊的操作, 保全自己的性命。 但他们的经历, 与整个被黑暗笼罩氛围而言。 不过是流星之光, 一闪即逝。 终于来了埋葬的时刻, 三十多具女性的尸体被装入装上马车。 从皇城一路运到南京的明孝林。 皇家气象, 明知明高。 在没有了解这段历史之前, 关南京明孝林, 只觉此地龙攀虎剧。 风景绝美, 皇家气象不同凡响, 孝子贤孙的举动, 与普通人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 中美人因此活了下来, 还有另外一些妃子。 他们凭借一些特殊的操作, 保全自己的性命。 但他们的经历, 与整个被黑暗笼罩氛围而言。 不过是流星之光, 一闪即逝。 终于来了埋葬的时刻。 三十多具女性的尸体被装入装上马车。 从皇城一路运到南京的明孝林。 皇家气象, 明知明高。 在没有了解这段历史之前, 关南京明孝林, 只觉此地龙攀虎剧。 风景绝美, 皇家气象不同凡响, 孝子贤孙的举动, 与普通人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 了解完这段历史之后, 只觉壮观华丽的背后皆是雷雷的白骨。 是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。 埋葬当天, 想必天空布满了阴霾, 因为皇家规矩, 无论谁也不敢发出一丝丝的声响。 整支队伍沉默得如同一池死气沉沉的水蛙, 其中不见任何生命的迹象。 其实, 在这支队伍当中, 还有一些陪葬的妃子没有离世。 他们被迫选择了另外一种死法。 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, 一直熬到生命的结束。 明史有着详细的记载, 为了在九泉之下不寂寞。 有上百名妃子被选进了死亡名册。 而有幸活到坟墓当中的妃子, 还要历经另一番难关。 据史料记载, 陪同他们进入坟墓, 还有一些宫女。 这些人的目的就是监督妃子, 避免他们在墓中嘶吼, 捣乱, 扰乱皇帝的清修, 再没有任何束缚。 且明知, 前方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的情况下, 这些人会做出何等疯狂的行为, 不言而喻。 不少绝出的大墓里都发现过姿势奇怪的骸骨。 经过专家鉴定, 在临死前他们都曾经过苦苦的挣扎, 以致骨骼出现了错位变形。 明孝林虽然还没有被开掘, 但通过其他坟墓, 足以推断出这些女人临死前的惨状。 陪葬环节结束后, 整个丧礼还远远没有结束。 为了避免皇帝进入墓穴后, 被地下的鼠蚁尸咬, 皇家会邀请专门的药师 对尸体进行特殊处理。 据当时留下的资料自在, 药师使用的药物中含有剧毒, 除却防止腐烂外。 任何虫蚁都会被因侵蚀龙体而当场丧命。 当然, 为保密皇陵的入口, 但凡参与过处理尸体, 封闭墓口的人物, 皆会被秘密处死。 甚至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死因, 只知道他们是为了朝廷而牺牲。 朝廷为了嘉奖他们, 会特地给家中一笔抚恤金, 用金钱来衡量人命, 自古有之。 这种做法本来不该推广, 可惜后来的皇帝, 为了表明自己的功绩, 拼命地用陪葬品的数量来彰显个人的地位, 结果导致陪葬女人的数量越来越多。 何其有幸, 我们能够生活在今天, 远离这些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压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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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